伊拉克游击队正在围猎北约士兵 他们将大口径排击炮安置在清真寺下 又赶来几十名妇孺儿童充断人质 等所有准备就绪 首领站在皮卡车上 开始对着市政府里的驻军喊话 要求他们立即投降 退出伊拉克 还给他们安宁 还给他们土地 还给他们自由 不要再追在美国和以色列屁股后面当狗 说完这一切 武装分子将人质压在了身后的排击炮阵地前 给北约士兵最后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如果不出来投降 他们就炮轰市政府 直到把里面的人全部杀光 并且安排手下法门门前 拍摄波兰士兵枪杀少年的证据 这段视频必定会成为国际头条 看着这一切卡里基没了主意 除了投降 他还能做什么 对方的摄像头就对着清真寺 并且旁边坐满了人质 进攻就会留下把柄 不进攻就要投降 而此时的法里德也没闲着 直到自己的女儿被绑后 他一送卡米尔回营当幌子 将他骗上车 然后带到市政府门口一拳打晕 带到恐怖分子面前 他想用卡米尔的命换回女儿 那是想到女儿没换到 自己还成了人质 被一桶绑在了排击炮前 有了波兰士兵和警察法里德 武装分子瞬间来了离气 操动排击炮开始对着守军发击进攻 他们知道 即便是给守军一万个胆 他们也不敢在白天进攻清真寺 望着嚣张的恐怖分子 卡里基默默地撕下了一块白旗 准备带着人外出投降 看着他的怂样 上一旁的保加利亚指挥官盖图发话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当年车臣绑下莫斯科这么多人质 普京大地说干就干 哪儿像你们婆婆妈妈 你们啥也没干 坐着趁戏就行 让你们领略下 什么叫做讹师反抗 卡里基听完盖图的话 记得一脚踹在了墙壁上 说得也是啊 同样是一个老大哥教出来的 人家咋就这么有种呢 一不做二不休 干就对了 由盖图领头组成的特工小队就此诞生 他们趁着武装分子祈祷时 偷偷溜溜过去 而此时的法米尔正被逼着拍摄视频 一方面劝所有波兰士兵投降 另一方面震慑其他入侵者 卡米尔这个孩子本来就憋去 现在又逼着给自己国家丢脸 弄不好直接就上了波兰头条 在国家荣誉面前 这个孩子虽然怕 但拒绝拍摄 誓死不从 恐怖分子一怒 当即决定砍头失踪 不影响 但30分钟 今da有些好异 打麻烦在入胸盖上 将属にな胸盾再喷 一样 展开 一旦进入下来 在场的恐怖分子被全部干掉 门外被截除的人质也得到了救援 但对面建筑一直朝着这里进攻 时不时还有炮击 混战中 马车被炸晕了过去 他的女儿吓坏了 独自朝着身后的屋子跑了进去 等原军感到对人质时 小姑娘找不到了 最后发现在燃起大火的屋内 像电影开头一样 此时又到了救和不救的尴尬局面 当然就是救也只能是卡密尔救 因为其他人只会动嘴 没有一个行动的 最后卡密尔全身30%烧伤 将法里德的女儿从火海中救了出来 那秒的他再也不是那个 懦弱贪生怕死的大学生了 卡里基甚至亲自跑过去 护送他离开 返回基地后 前来支援的波兰特农部队 也打破了包围圈冲了进来 这也代表着武装分子 围困市政府的计划彻底失败 卡密尔这次在战斗中的表现 也传到了将军的耳朵里 他表示可以撤销他的指控 但文件已经交到了美国老手里 如果他们要是提起军事审判 卡里基必须出面解释 尚未立刻答应下来 将会亲自出庭作证 虽然赢得了这次胜利 但波兰士兵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主要原因是 他们在进攻中袭击了清真寺 当然美国老也会找理由 他们对外宣称 当时驻守市政府的是三美名伊拉克警察 他们自己人打自己的清真寺 关我们北约什么事 代价是波兰士兵必须牵守保密协议 看到这里只想说呵呵 不过只终归是包不住火的 后来这件事的真相 还是被全球知晓 最后还拍成了电影 片中的卡里基上位 还是本片的军事顾问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 波兰不惜将重型军事装备 从海上运到中东约旦地区 来追求电影的真实性 当然对于保加利亚那边 人家没有过多描写 估计是盖图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没法表达 你们懂的 好了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推荐指数四颗星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